10月3号的晚上9点钟左右 一名男子手持刀具站在南昌大桥中段的灯箱上 和赶到现场的民警一直对峙 他这是要干嘛呢 柳玉桥上的风特别大 男子在灯箱前后晃动 现场的人都替他捏了一把汗 无论民警怎么劝说他就是不下来 你不要站在那里进来说好不好 你跟我说行不行 家里人也不开心你知道吧 我也不会要的 现在我是乱人一个我没有人要 你到底遇到啥事了呀 啥事没遇到 自己乱玩了 OK 记者耐心劝慰步步靠近 发现这名男子把刀扎进了皮肤里 他的胸前和腹部也有拿到滑出来的痕迹 为了分散这名男子的注意力 民警给他送去烟和水 喝水之后 男子的精神好了一点 就在这时 有一名民警拿着救生袋 站在警车后面 想把男子套住 可这个举动 让他警觉了起来 他让民警和记者都退后 自己从围栏外跨了进来 但是手上的刀还插在脖子上 就这样 这名男子走走停停 一会儿在桥上走 一会儿又翻越到围栏外 为了他的安全 所有人都站在原地 不敢上前追赶 凌晨12点多钟 趁着夜色 男子一转眼就消失在了人群和车流